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想来参加节目了 我来咱们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 是想要回家里的财政大权 他每个月给我的那点生活费 都不够家里开销的 孩子的奶粉钱 执脚裤都是需要钱 买菜 交电费都不够 然后管他要钱的时候 他还说没有 我真不知道他这个钱到底是给谁花了 钱能给谁花呀 我这一个月挣多少钱他不知道吗 以前给他多少钱他花多少钱 那财政大权是盯给他了 那这日子也没法过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处前29岁来自山东工人 李女士29岁来自山东不业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结婚三年了 三年了 有孩子吗 有 孩子一岁 孩子一岁 男孩 女孩 男孩 谁带 媳妇带 你媳妇带 孩子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孩子就是每个月光奶粉钱就得六七百 他一个月现在只给我五百块钱 都不够孩子的奶粉钱的 我以前给你多少钱啊 以前给你一千多的时候 然后你不到月底就花完了 然后问你都花哪去了 他说买点衣服啊什么的 一千多块钱也不多啊 我这一个月才两千多块钱 你一个月两千多的收入 对啊 两千七八吧 其实我来的主要目的啊 就是怕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因为我有一次翻开他手机看的时候 就看到他和别的女人的那个聊天记录 聊得挺暧昧的 我就怀疑他现在这个钱他不给我 是不是给别的女人花了 这根本就没有的事就是 但只是个女同事 她刚去了几天 只是开玩笑的事 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又吵又闹的 那我说新闻系统的跟你说是不是 我给你解释你也不听 然后就摔东西 摔手机还摔杯子 最后还走 那开着车就窜了 然后我自己呢 我就骑电动车在后边追吧 最后追了线车也没追着 追了一圈也没找着 那车还没电了 打电话 打了二十多通电话也没人接 我找充电的就充一个小时 才慢慢游到家 你也不能这样啊 还得家人多担心啊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如果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那我这婚姻肯定是得离了 不可能啊 你说我天天穿着邋里邋遢的在那干活 谁看得上我呀 没有在外面乱七八糟的事 没有没有 这个真没有 但是你很怀疑这件事是吧 对 我特别怀疑 等于这件事是个起因是个引子是吧 对 所以今天说来要钱是假的是吧 这个他要没钱的话 肯定在外面也不可能有人 要收回财权 对 交了呗 那我为什么不给你钱啊 以前我给你的时候 那你都乱花了 我怎么花了呀 我给孩子买点东西 还不应该呀 那我问你 每次问你有多少钱啊 咱有多少钱了 不知道 然后我看你的支付宝啊 那里边就两三千块钱 我这钱都去哪了 我这天天上班的 这半年多了 那钱都去哪了 不是你一个月不就挣两千七八吗 是两千多了 你们家花多少钱啊 花的不多 因为都在我家那个菜什么的嘛 地面都是我妈买的 然后也就给孩子买个奶粉什么的 花多少钱你根本就不知道 孩子你待过几天 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你在套房上买的什么核桃油 什么五十块钱就那么点 那孩子现在是生长需要啊 核桃油对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 它是有好处的 再说了 大人吃的那种大豆油啊 什么别的油 孩子根本消化不了 就咱们家在生活 咱们吃不起那个呀 再说就是 我吃的那个大豆油 也长这么大了 咱那时候哪有什么核桃油啊 咱家那个结婚的时候 就花了二十多万 哪有那么多钱啊 现在还有外债 外债是什么外债 就结婚来了 现在外面还有多少外债啊 有个七八万吧 你在嫁给他之前 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以前的时候 就是在我妈那边 帮他打理那个超市 结婚之前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想出去打个工什么的 但是他不让 出去打工离家远啊 那孩子怎么在啊 那我妈腰也疼 那越腹越磨 一个鼓鼓都坏死 一个那个耳朵也背 他们根本都带不了 现在孩子大又能跑 看不住 你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啊 我的是在一个淀粉厂 你能调整一下工作单位吗 多收入一点 不想调了 他已经让我换了四五个了都 我就是想让他现在 再换一份比较高收入的工作 但是他就是不换 那你让我去哪啊 你让我去济南 去外地 那离家也远啊 那家里也照顾不到啊 别人怎么都可以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就你希望他出去打工 能多挣一些钱回来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你不想去是吗 我不想出去了 你们俩认识多久 结的婚能跟我们说说吗 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没人介绍的 然后当时是闪婚 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三天 然后他就出去打工了 我也不是为了挣钱吗 是不是 当时我也不愿走啊 新结婚的 然后呢 我也是为了挣钱啊 你的钱都去哪了 你在外面打工那一年 你都一分钱没剩 金融卡里面 你还欠七八千 你怎么挣的钱 全都是打游戏 抽烟喝酒 你这样一分钱都不剩 你让我怎么放心 你在外面 所以你又把他给调回来了 是吗 对 那不能跟我闹离婚是不是 当时那个晚上 一两点钟说要离婚 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 那最后我打车到火车站 坐火车又到家 那到家以后都三四点了 那以后我姚母都睡觉了 那给他打电话吧 他也不接 也不开门 我就在外面等吧 那大冬天的 一直等到七八点钟 好不容易开门是吧 我进去给他说说软话是吧 不搭理我 把我哄家去了 你当时也是不关心我呀 还总是骗我 那时候你说要戒烟 但是你戒了吗 打电话的时候 都听到打火机在那边响 这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我怀孕的时候 他对我也不好 我怀孕吐得那么厉害 就是给你吵几句嘴 你还不干了 你还推我 我怎么没关心你了 你吃什么我买什么 是不是 你要什么让我做什么 然后饭来让火鱼来 我都送到你桌边上去 你推我的时候 你想过这些吗 你推我的时候 我当时怀着孕 要是流产了怎么办 没留没留 孩子现在不是生下来了吗 不找后账了 现在你们俩什么状态啊 天天这么吵是吗 对 现在因为钱的事 然后再就是 他那个女同事的事 我就想让他换工作 再就是让他把工资全都给我 好 好 听明白了 问一句啊 当初你们是闪婚对吧 对 你看中他什么了 你看中他什么了 当时我看着他挺贤惠的 娶回来之后发现贤惠不 那不做饭 也不洗衣服 也不收拾屋子 不是 那吃谁做的呢 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做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平时挣钱 您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对 是 因为他挣钱少是吧 对 因为他挣钱少 我在手机上做一些兼职 我没时间 然后就做得少 行啊 那你当初看上他什么了呀 我当时觉得他挺老实的 现在感觉不老实 总骗我 平时好多小事都是 兜着圈子说 他为啥不敢直接跟你说呢 因为我们平时 总说不几句话 就吵起来 为什么吵起来啊 因为你太霸道了 什么都在听你的 换工作听你的 孩子什么时候换衣服听你的 喝多少水听你的 我妈也得听你的 然后就换工作这个事吧 你让我回去去做保险 说保险练嘴皮子 能练好 行 那我就坐去吧 说能挣钱 人家都买楼买车了 那我就跟着 然后让我去 我就去了 那干了三个月 最后怎么了 最后也没挣了什么钱 还把自己保进去了 给自己买保险了呗 那买份保险 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那啤酒厂呢 还有啤酒厂 那保险公司不让我干了 就让我去啤酒厂了呗 真的干了一年 又不让我干了 为啥啊 他还嫌钱少 那个公司 他是有淡忘季 淡季的时候 一放假就放三个月 不说了 不说了 就总而言之 你在你们家说话说了算 是这意思吧 是 你是你们家老大对吧 是 你是你们家老小对吧 对 我老莫 老莫 那你为什么这次就敢 把钱不给他了呢 因为我问不出多少钱来呀 我问他咱存多少钱了 不知道 咱的钱呢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不想让他知道 其实我也存起来了 不是 那你不想让他知道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他 更有上进心一点 想着多挣点钱去 太自以为是的就是 什么都是他的罪 也就是说如果这次不是 他来了个新同事 手机上暧昧一下 你还没有警觉呢 对吧 这小子想逃跑 我没有 我真没有 现在问题非常简单 丈夫觉得家庭岌岌可危 因为妻子的财务不够透明 再加上这个家庭的债务 和妻子对他不停提出的高要求 就害怕了 对吧 对 怕钱给他一点保障都没了 是吧 其实不止这些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他不可理喻 他还不可理喻啊 对 那他平时的时候 根本就不和我一块吃饭 天天连饭都不在一块吃 我说咱俩在一块吃个饭吧 好久都没在一块说个话了 他都不理我 为啥 天天冷战 我为什么和你冷战啊 为啥呀 就是在三年的生活 我就总结了三部曲 那第一年的时候是吧 我和你吃饭 然后和你聊天 然后是吧 然后你也吵 你也闹 然后我就心闻气和地和你说 你也嗷嗷 然后第二部曲就是 和你吃饭 不和你说话了 你说什么 然后我就听着 我就不说话了 这是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呢 第三部曲就是不敢说话了 就是 连话都不敢说了 就不陪你吃饭了 我也不说话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你说的都对 我都听你的 你是永远正确的 我远离你 是这意思吧 一只孩子我自己带 他在另外的屋子睡 不是这样的 是他睡觉比较轻嘛 刚结婚几天的时候就是 他睡觉就特别轻 我打呼噜 然后他就晚上就踹我 你去隔壁睡一下 多久啊 一年 不是三部曲吗 三年 这就麻烦了 那你们为什么 还要在一起呢 所以感觉现在特别不信任他 他也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他 彼此心里面都对对方没底了 是吧 对 其实我也想和他交流 不给机会 你是觉得你配不上他吗 也不是 那你怕什么呀 他一说话他就闷闷 哎呀 这有些话也是真不好说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先生都这样了 为什么主持人问你 你还说不想分开还想过 原因是什么 因为毕竟现在有孩子了嘛 就是为了孩子吗 再说结婚也不容易 再说就说这三年吧 他跟着我 也算吃苦了反正是 你还是对他有感恩的心的是吗 是 我看到这个台本上说 你们俩学历是不一样对吗 对 你学历很高是吗 是自考的 但也是本科对吗 对 女士是 中专 所以其实你最初嫁给他 还是满怀着希望的 对吧 对 一个自考的本科的年轻人 又很关心你 你认为我嫁了一个 既能爱我 又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人 但没想到不是这样 也许自己的选择 和现在你看到的样子不一样 但是 婚姻都是需要经营的 需要去努力的 你经营这段婚姻的状态 我觉得也够笨的 你也应该认清自己 先生 你一直说我 并没有不想过啊 但你拿出了一副 不过的状态 遇到问题你不去改变 而是继续沉沉沉沉到 你看 你本来可以有志青年的状态 却变成了一个被老婆逼到墙角 连话都不敢说 饭都不敢吃的状态 你怨他吗 对啊 你自己不作为啊 而且你们从头讲述 压根没有人 谈到过孩子 我倒觉得与其这样 不如你们把注意力 转移到孩子身上 去好好想想你们的宝贝 给他多一点爱 也许通过共同去爱他 还能唤醒一点 对于你们彼此尊重爱护的 那一点点柔软 好不好 试着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孩子身上吧 好 就这样吧 谢谢杨洋老师 现在这段夫妻 不但没了爱情感情 人最基本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个女人不持家 一个男人不挣钱 你说你们的婚姻 还有什么希望呢 她两个人在这争夺 财政群 不是这样的 现在是 她就是不跟我在一起 饭都不跟我在一块吃 不是你一开始把别人 踢到另外一间房间睡的呀 你对别人有嫌弃呀 她刚才也说了三部曲呀 她与你之间的交流权 一步步被你所控制 直至被踢到另外一个房间 这会儿你想要跟她交流了 她能跟你交流吗 没有交流 没有商量 直至缺乏尊重 这样的家庭是一个空架子 如果不是有个孩子的话 我早劝你们分了 别的没什么说的 好 谢谢图老师 三位老师说的话 只想重复一句 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地考虑 你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重新检讨和反思 你们的婚姻生活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现在有孩子了 我也知道 我以前是不争气吧 老气 其实 你这样也是我逼出来的 我也希望以后我们两个吧 能心兵和气和地交流 一块儿 就是把我们这个小家庭 然后经营好 我也希望你以后 能多有点上进心 对家里也负点责任 咱们为了孩子 反正都改改自己的毛病 我会的 我努力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私物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VG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请开门 赶紧 赶紧跑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能好好挣钱吗 还有你 为了孩子以后好好生火 知道就好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时员送一套纯净级保湿石刻水嫩药保湿伊贝斯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抱一抱吧 抱一抱吧 好好抱一抱吧 来 请亮灯吧 好好生活吧 谢谢你们 请回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哭泣 假如你欺骗了生活 哭泣的一定是你 从今天开始 当他们正确地面对生活的时候 我相信眼泪会慢慢地从他们的眼角消失 希望笑容能够重新